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核道很宽 对面就是老窝 老窝我们也叫刘国 然后这里马上就是清康县最出名的老街 但是它有一些新的比较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新旧结合的东西 走我们去看一下 OK 我们走进来又有那种古镇的味道 看一下左右两边的建筑 都是那种比较古老的木屋的建筑 像这种门牌应该都是我们中国比较古老的那种 这种直叠门 这种直叠门 这边你看 这边还有一家解析店 就是中国的那种解析店 然后这边有一间咖啡厅 我们继续坐一下 喝杯东西 很多都有这种文艺的咖啡厅 旅馆 它都是比较小家 都是那种类似民宿型 自营养型的 就小小家 然后跟朋友就是装修啊 搭配啊 我们就来这家店里找 很多人喜欢去拜仙 但是因为去拜仙要坐三四小时的上路车 很累 所以其实来这边也是差不多享受一样的慢生活 非常好 很舒服 在这边还有这种小的电动摩托车可以出租哦 一小时一百泰铢 大概就是二十二块的米币左右 像这边呢 还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壁画 很有文艺棒 拍照起来秀果也非常好 这个也是泰国北边比较特色的一个手吃 它就是用这些有洋葱啊 姜啊 花生这些 然后薄这个叶子 直接吃 很好吃 很香 因为它有六个中心在里面 这边是麻辣的 哦 麻辣烤 来一串麻辣的铁板烤肉 烤金针菇 烤肉 因为这边是距离湄公河 所以它这边有很多那些河鲜的烤烤 拿来一串烤虾试试看 我在泰国 还没见过这种烤河虾的 试一下怎么样 很轻很轻 嗯 很好 它最小心点 因为它那个虾 它没有去到那个爪 没有点扎口 但是味道很好 这里就是刚才老街沿连过来的很长的一条路 然后这边是一条步道 可以在这边上步运动 外边的话呢 是可以骑当车 骑摩托车 非常舒服 然后可以往到对面的老窝 看看河井河里的船 然后远备看一下那个灯已经亮了 就是那个老街 据说网上的老街要是另一方美景 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它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步道的旁边 沿着河 都是一些非常有特殊的酒店 这边的酒店都是那种民宿 然后它的建筑风格也很独特 然后每一个民宿它都反正不是特别多 一排排都过去都是 那种数 moder pitched 晚上可以在这边喝杯酒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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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も摸河也可以的 看一下远处的那个西洋宿巡洋很漂亮 好舒服这里 这个点老街已经划登出上了 我们看到街上就有很多这种东北特色的发色 没有一般之味 然后有些现在还是Kobe 所以这门口呢 这个有次体温 而且它很贴心哦 如果你没有带笔罩 它有免费给你看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家是非常中国特色的店 它的名字叫爷爷的家 你看它挂的那些灯笼 都是中国风的 文艺放的青年们 看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很想来了 像那不会这种温厉大叔来到这里的感觉 自己店文艺了 快来吧 现在走累了 我们随便找一家店进来吃饭 然后基本上这家店的店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你们看一下这家店的装修 非常有特色 然后它价格也很高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猜得到吗 它这个就是一个冰草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把那个啤酒或者饮料 放里面冰 然后很冰很冰 拿出来里面就是那种棒结冰的 等下看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刚才那冰桶里面撞的 那个啤酒 我们给你看一下 它里面都是已经是那种碎冰块的形状的了 透心凉 怎么样 约几个小伙伴来这里 再坐在美工河边 给点酒吃 喝喝啤酒 去听音乐 生活多惬意啊 干杯 所以呢 清康县就是一个比较悠闲的 比较忙的 比较舒适的地方 然后它有很多这种文艺的咖啡店旅馆 如果是找一个地方度假放松的话 清康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了解更多泰国的资讯 麻烦关注我 点赞 转发评论 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